请问萨老师,狼窑红它的右面开片是什么原因形成的? 因为我上一节也讲了,因为所有狼窑必须要发现这个之间的范围的比例才能达到这个红色。 那么里面其中有很多,比如说钙、铭、钙、钙。 这些原料属于药价元素,就像这些所有的原料,属于药价元素。 药价元素是什么元素?它会产生什么呢?它作用是在哪里呢? 它是完全一个溶剂量,一个浓浓的原料,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硅含量。 还有铝的含量。 因为七属于里面有大量的硅铝含量,那么说它必须它很硬。 它一千三百六烧不熟,烧不熟什么嘛?那么必须要引进一些浓浓物质。 那么就是这些钙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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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钙。 但是这些物质最大的特点在哪里?它的膨胀系数很高。 膨胀系数高,意义是什么?冷却的时候,它疏缩性大。 疏缩性大会产生什么原因?就好像一个胖子,穿了小衣服,把它膨胀掉。 膨胀到它有裂痕,要不然就整个崩裂。就像一个大马路很大的一个墙面积,它要画一个方块。 也就是让它产生一定的弹性。那么这个红油也是这个样子。 如果你没有这些原料,那么说你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效果。 所以说,应该这么讲,因为一个高品质的狼红,或者是达到的光着玻璃度感强很强的, 几乎是避免不了一种裂纹。正好这种裂纹呢,又增加它的另一种艺术性的美关性。 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。ok